Hello大家好,我是丁丁 时钟宇宙已经更新到第17集了 这一集也是时钟宇宙最长的一集 有很多致敬的画面 剧情也开始变得恐怖和诡异 不过这一集最奇怪的地方 就是没有电钻人和时钟人亮相 时钟宇宙里的独有角色 竟然没有出现在时钟宇宙里 看了有点怪怪的 要不是渲染画面有些不同 我还以为我在看主宇宙的马桶人视频 那么视频开始前 请记得点赞我的视频和订阅我的频道 好,系好安全带,我们开车 这一集还没开始 Dome哥就在片头放了警告 说这一集会有惊吓点 可能是上一集丧失马桶人 吓到太多人而被投诉了 虽然不是很恐怖 但是放一个预警还是比较好的 这一集的视角主角是女监控人 因为她在乘坐电梯的时候 我们就能看见女监控人的导影 电梯门一打开 女监控人就开启暴走模式 她抓起桌上的一把刀 直接丢向一个电锯马桶人 注意看地上的音箱人 上一秒她的脚还在 下一秒就被电锯切断了 下一个倒霉的就是这个大叔马桶人 女监控人用大拇指刺穿了她的眼球 然后一顿暴揍 再把她踢出窗外 左边这时又来了两个马桶人 女监控人直接使用举机枪 把他们给干掉了 诶?这个音箱人的脚怎么还在? Dom哥你玩我 哼! 女监控人转向身后 一个监控人被火箭炮马桶人推了下去 女监控人箭撞直接冲了过去 撞开马桶人 然后跳出窗外 外面是一个沿海的小城市 刚才的监控人还在自由落体 女监控人一把抓住监控人 然后可以听到推进器发射的声音 她直接带着监控人穿过了一栋办公楼 然后降落在外面的空地上 我没记错的话 主宇宙的女监控人是没有推进器的 我也重看了十中宇宙第十一集 发现女监控人的背部根本就没有推进器 刚才她在电梯里的导影也是一样没看到 那么她究竟是怎么起飞的呢? 答案很明显 前方有一个很巨大的建筑 它是直接建在海上的 而且建筑下方 看起来就一直延伸到无尽的海底深渊 这栋大楼我等一下会提到 到达地面后 监控人和音箱人正在和一小群马桶人交战 女监控人转过头 后方出现了一个大型的火箭炮马桶人 她直接朝着女监控人的方向开火 女监控人生气了 她腾空飞起 躲开了一发火箭炮 直接扑到马桶人的脸上 这一个马桶人体型不小 她的一个眼睛就和女监控人的手长一样大了 而且眼球也是发着白光的 根据前几集的判断 眼球发着白光的 我们都一律认为她就是机器人了 与监控人的力气也大得惊人 她把马桶人的头推向螺旋桨 接着马桶人就喷出了黑色的液体 暂停画面 可以看到 马桶人的头已经被削掉一半了 里面是白色类似头骨的东西 虽然我认为她是机器人 但是 却没有看到她的头部有机器零件 还是机器零件 是隐藏在这白色的头骨下方 也很难说 然后再看下一张画面 这一个建筑 有个发光的招牌 仔细看的话 它是写着Skibidi Base Tree 与监控人转向后方 刚才那一栋巨大的建筑 也是写着Skibidi Base Tree 也就是马桶人三号基地 石中宇宙第13集 视角主角也是来到了马桶人四号基地 然后发现了Skibidi启示录 所以目前能确定的是 马桶人至少有四个基地 而这个三号基地 貌似比四号基地还大很多 这附近的所有建筑 看起来都是三号基地的一部分 女监控人回到地面 刚才的马桶人 已经被监控人和音箱人 清理干净了 女监控人用手骂掉 她摄像头上的黑色液体 一个监控人在旁边 向女监控人比赞 女监控人却没有给她任何反应 其实 这一个监控人 就是女监控人刚才救下的 她看向左边 远处的仓库 有白光照射出来 这或许又是马桶阵营 又在研究和制造新型的机器马桶人 突然一团黑雾出现 一个超巨型的马桶人登场了 她拖着两颗巨大的带刺铁球 远程武器 还有两根巨型的大炮 而且她的下方 有坦克的履带 前几天的预告图 看到的就是这一个马桶人 一些监控人被吓得跌倒在地 这个画面看了真的是压迫感十足 镜头看向了她的脸 可以见到她的眼睛 已经被黑色的不明物体取代 而且她的表情 似乎非常痛苦 应该是活生生被弄瞎的 女监控人要使用狙击枪对她开火 刚才那个比赞的监控人 突然挡在了女监控人面前 告诉女监控人 不要那么冲动 还示意她安静 毕竟开火了还解决不了的话 那就麻烦大了 其他监控人都放轻脚步慢慢前行 还有一个监控人 捂住了一个马桶人的嘴 应该是怕她唱过歌 惊动了铁球马桶人 但是 一个倒霉的音箱人 走路时却不小心踢到了空罐子 空罐子的声音 惊动了铁球马桶人 音箱人马上就被铁球砸成了肉饼 由于暴露的行踪 联盟也开始对铁球马桶人发起了攻击 激光炮打在铁球马桶人的脸上 却毫无伤害 铁球马桶人竟然起飞了 她巨大的铁球砸坏了一栋建筑 接着 她突然来了个U转 大家都知道 她要发起攻击了 所有的监控人都吓得掉头就跑 刚才比赞的监控人 把女监控人拉到了角落 她那么关心女监控人 除了要报答女监控人的救命之恩 有可能也是爱上她了 铁球马桶人俯冲下来 四周顿时一片火海 爱上她的监控人 叫女监控人跟着她走 她爬进了一间房 女监控人不需要爬 因为她用飞的就能进去了 可能是脚步声太大了 吸引了铁球马桶人 爱上她的监控人 就这样被铁球砸成了肉泥 让我们为她默挨三秒 铁球马桶人在外面看着女监控人 准备对她开火 可能大家都会很好奇 她不是瞎了吗 怎么能那么精准地定位女监控人呢 不过我认为 这是能解释的 爱上她的监控人和女监控人 在房间里走路时 已经被铁球马桶人定位 她把爱上她的监控人砸死的时候 女监控人并没有移动过脚步 所以铁球马桶人也听不到脚步声 这样她就能确定说 女监控人还站在同样的位置 就这样定位到了女监控人 一条不是很粗的激光 打在铁球马桶人的脸上 升级后的泰坦音响人登场了 第15集 视角主角的拼判 就看到了泰坦音响人和泰坦监控人 正在升级 没想到泰坦音响人那么快就升级完毕 这个造型 我不能说很帅 但是我觉得还不错 上半身和手臂都有装甲保护 两只脚更是完全被装甲覆盖了 地子炮看起来并没有被升级 但是前面装了两把刀 让泰坦音响人在进战更有优势 接下来就是BOSS级别的战斗 泰坦音响人对着铁球马桶人怒吼 马桶人也不甘示弱 他拎起铁球直接砸向泰坦音响人 泰坦音响人很轻松的就躲开了 你们以为泰坦音响人身上的装甲那么重 动作一定很不灵活对吧 正好相反 他的灵活度不比以前差 双方打得有来有回 但是泰坦音响人略胜一筹 泰坦音响人用刀切断了马桶人的一颗铁球 然后再用喷火箱攻击 泰坦音响人拿起马桶人的铁球攻击他的脸 然后地子炮的刀飞了出来 再一次把铁球马桶人的眼睛刺得更瞎了 最后泰坦音响人使用了音波攻击 由于铁球马桶人对声音非常敏感 他自然也承受不住那么高分贝的音量 就这样领了便当 泰坦音响人对着女监控人比赞 女监控人也回应了他 随后 女监控人看向了马桶人三号基地的巨大建筑 大门前 女电视人正在向他挥手 旁边还有两个音响人和一个监控人 女监控人飞了过去 两个不是很聪明的监控人和音响人 正在用脚踹门 女电视人无语了 他也不想理会这些至上低下的人 所以 他就只带着女监控人顺移到马桶人的基地内部 看到这里就有疑问了 以常理来说 电视人要顺移到某个地方 一定要看到或去过这个地方才能够顺移的 那么 女电视人能够直接顺移进来 是代表他已经来过了吗 还是时钟宇宙的设定不一样 三号基地闪烁着红光 氛围格外恐怖 注意看这个时钟 显示了8点半 请记住这个时间 女监控人和女电视人往前走 右边有一扇门 门上有两个告示牌 一个是禁止进入 另一个是禁止摄像 问题是 女监控人的头就是摄像机啊 难不成要把她整颗头拿下来才能进入吗 禁止进入的告示牌下方 还有一行摩斯密码 解密后会发现它写着 The Shining 看到这一个我就已经有不好的预感 因为它是其中一部我非常喜欢的电影 只是没那么温馨 女电视人推开门后 里面有两个长得非常可爱的双胞胎马桶人 墙上有很多诡异的图案 地上有一些玩偶 仔细看的话 就能发现这一个是大印象人 这一个从他身上的大衣来看 比较像电视人 但是地上又没有看到有电视机 因为两个就看不太清楚是哪一个角色 这些玩偶都有个共通点 就是头都被砍掉了 而掉在地上的也只是音箱和摄像头 并没有电视机 双胞胎姐妹手里还拿着一个玩偶 放大来看的话 她其实是女电视人 或者说她是穿着裙的女电视人 我们都知道三个女精英是穿裤子的 唯有主宇宙里出现过一个普通女监控人 才是穿裙的 所以这个玩偶是女监控人套上了女电视人的头 还是这些玩偶 其实是在影射另外一个宇宙的角色 但我认为 这也是和Skibidi歧视路脱不了关系 双胞胎把玩偶的头砍了下来 红色的液体也从后方涌了进来 双胞胎的笑容变得越来越可爱 后面的空间也开始扭曲了 女电视人把门关上 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刚才的场景其实就是在致敬的Shining 双胞胎马桶人的原型 就是电影里的双胞胎姐妹 走廊里流出红色的液体 也是电影里的经典画面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原片 与电视人往另外一个门走去 推开门 里面有一个马桶人 用很怪异的姿势 不知道在做什么 注意看远处的时钟 时间显示了10点10分 刚才外面的时钟 明明就显示着8点半 而且他们进去看双胞胎 时间也只是过了几十秒 这证明了这个地方的时间流速 和外面不一样 准确点来说 双胞胎所在的房间 时间流速比较快 他们才进入房间十几秒 外面就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 甚至更久 我还有一点能证明 这个推理是正确的 注意看 他们刚刚瞬移到基地时 这个地方的摆设 但是 当他们从房间里出来后 刚才红色的柜子消失了 摆设也变得不一样 他们两个才进去不到20秒 就算这个地方刚才有人来过 也不可能那么快能搬动柜子 而且 他们两个也会察觉到吧 唯有的解释是 外面已经不知道过了多久 所以 他们两个并没有察觉到 外面的时间流速的不同 好 现在准备 惊吓点要来了 那个怪异知识的马桶人 站了起来 直接闪现到女监控人面前 他的动作非常迅速 还能在天花板上走路 马桶人突然从天花板跳了下来 准备攻击女监控人 这里就能看到他的全貌了 大家应该都知道他是谁吧 没错 他的原型就是Momo 史上最美的女生 在Momo要痛下杀手时 女电视人出现 用晨光焚烧Momo 女监控人也趁机用举机枪攻击他 没想到 他竟然徒手接下了子弹 不过可以看到哦 时钟宇宙的女监控人 使用的是子弹 并不是麻痹飞镖 所以他的设定 和主宇宙的有些不一样 Momo接子弹的这一个画面 就是致敬了周星驰的功夫 火云鞋神接子弹的那一幕 Momo开始疯狂的大笑 笑声非常的圣人 他突然双眼翻白 在他触碰到女监控人的前一刻 一把长矛飞过来 把Momo给杀了 不用看 也知道是Elite他们来了 长矛飞回到Elite的手上 可以见到长矛很干净 没有像之前那样沾满血迹 代表Momo并不是血肉之躯 Elite对着女监控人比OK 镜头一转 女电视人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拿着启示录翻看了起来 四号基地和三号基地都有启示录这本书 所以说接下来二号基地和一号基地 也会出现启示录吗 再来看看这一道墙 上面挂着五张照片 中间的很明显就是刚才的Momo 这个看起来是刚才的双胞胎姐妹 这张小的应该是上一集出现的丧尸马桶人 这张就有点模糊 不过感觉像是第14集的家野子马桶人 最后一张图我就看不出来了 看起来有点像真子 头发长长又把脸遮住 她可能是一个还没有出现的马桶人 总而言之 她肯定也是一个恐怖型的马桶人 女电视人还在不停的翻看启示录 Iso和Mobi这时就要上前去把女电视人给灭口了 Elite阻止了他们 Elite喜欢女电视人我们都知道 但是因为这一点不杀她 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女电视人的屏幕突然变成了绿色 她扫描了启示录的内容 然后把文件发送了出去 至于发送给谁 我也不清楚 大概率就是联盟的干部 《时钟宇宙》第17集结束 现在的情况只能说是不可收拾了 女电视人把资料发送给联盟的话 一定会引起轰动 毕竟这份资料 Elite在第13集宁可杀掉视角主角 都不愿意让她知道里面的内容 问题是 她为什么不杀女电视人呢 我本身的猜测是 女电视人在神圣时间线里不能被杀 她的存在已经是编排好的 也就是说 女电视人看到启示录和把资料发送出去 都已经是注定好的 埃索和莫比可能不知道细节 唯有一列知道 所以她阻止了两人把女电视人灭口 现在的启示录已经公开 接下来的几集 《时钟宇宙》的剧情肯定非常疯狂 如果你们也期待下一集的话 就帮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吧 我们下部视频见 Bye by bwd6 我们下部视频见